花蓮受風箱上午11點左右 發生一起火警 原因是彈簧床起火 25歲的母親和2歲雙胞胎 和3歲女兒都被火燒傷了 所幸送醫急救之後 沒有生命危險 踏進屋內滿地都是大火燒過的灰燼 或是牆面燻黑家具武衣幸免 起火點的彈簧床更被嚴重燒毀 應該被包裹住的彈簧一條條 落露在眼前 是媽媽為了要救小孩子所以燒傷是不是 應該是這樣 上午11點左右花蓮受風箱 西口村移出民宅 突然竄出火舌 當時屋內一名25歲的母親 和他2歲的雙胞胎兒子 及3歲女兒都被嚴重燒傷 一個媽媽三個小孩已經出來到屋前了 然後我求婚她之後 她是說裡面廚房著火 可是我們到現場 到裡面去看的時候是 那個攤網床 攤網床著火 已經會熄滅了 被火燒毀的衣物和被褥散在地上破爛不堪 當時三名孩童在屋內玩耍 攤荒床卻突然起火 所幸消防人員趕到時 母親已經帶著三名子女平安脫困 25歲的高姓夫人疑似為了救出子女 自己也被嚴重燒傷 全部的病患都是臉上還有雙手雙腳的燒燙傷 每一位大概都是10%左右的二度的灼傷 那合併有一些呼吸道灼傷的可能性 母子四人送醫急救後並沒有生命危險 但起火原因究竟是人為舒適還是電線走火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記者 廖威靈 吳怡真 花蓮採訪報導